吴振锋去派出所自首 是想要接近戒毒所里面的一个毒贩 按他的毒量是不需要去戒毒所的 警察局三位大佬对吴振锋去戒毒所的反应 挺有意思 陈副总队提出释放吴振锋 邻居随即说去戒毒所 邻居说按照领导的思路办 陈立即说你们的思路 这话暗藏玄机 在陈副总队还没来之前 刘队和邻居还在因为李正强被杀 仓库里的大黄而争论着 邻居对于李正强的死 侧重点在他还没归案 货也丢了 大黄胶囊舅舅坐不实 邻居所谓的不能坐实 是指不能说大黄胶囊李正强生产的 是指不能仓库里有所谓的大黄胶囊 还是不能证实黄大仙 吴振锋的供词是真的 这个结果眼上李正强被杀 肯定和毒贩脱不了关系 刚查到李正强的线索 他就死了 说这里面没鬼 谁信 大黄胶囊既然在市面上出现 黄大仙酒吧里的就不少 至少可以确定黄大仙的口供可信度 还是很高的 为何还需要坐实 线下还不赶快派人去找失踪的大黄 找到了大黄胶囊 毒贩也不难找到吧 看来邻居是想要抓大鱼的 陈副总队进来 他的反应也很奇怪 他不在意李正强死后调查线路断了 不在意或丢了怎么找回来 而是关心吴振锋是不是放问题 邻居与刘队听到这里很惊讶 或许他们都没想过释放吴振锋 因为还想从吴振锋口里撬出更多的信息 三位大佬出现了分歧 明里暗里的话语 是不是暗示着他们三个人本就不是一个阵营的 刘多次反驳坚持不想吴振锋进入戒毒所 是坚守职业 还是因为他秀出吴振锋自首背后有目的 按照正规流程 刘队的坚持合情合理 可是他作为缉毒大队长 外甥江磊在他眼皮底下与毒贩来往密切 说他一点都不知情 难以让人信服啊 说他不知道吧 该不该对他大队长的能力打上问号 说他故意包庇 理应外合 这样似乎更能说得通 假设他是江磊的保护伞 既然吴振锋对江磊已经造成了威胁 与其让吴振锋在戒毒所被保护 是不是放在外面与毒贩们相互残杀更好 邻居为何要坚持把吴振锋送戒毒所 三年来邻居的禁毒效果不被上级认可 可他又一直在陈副总队面前强调 他有自己的方式 他也在努力 就是不肯透露到底进行了怎样的安排 如果吴振锋是邻居安排的卧底 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能说得通 邻居与老八的关系 有纵容和保护的作用 像线人又不大像 至少从现在邻居的暴露看 他真的可能再布一个大局 邻居的布局为什么不告诉陈副总队 可以大胆猜测下 三年前吴振锋去境外拿到的那个优盘里面 可能牵扯到一些警察局的高官 所以邻居才会选择隐瞒 用自己的方式来查案 邻居在面对吴振锋的态度是特别的 陈玉之前发现玉佩 好几次单独向邻居反应 请求他把胡庆山案件 与三年前的吴刚案件联合调查 邻居多次拒绝 他的态度过于明显 那时以为他做贼细心 现在想来他或许是不想扯到吴振锋 要给他隐藏身份 比起邻居 陈副总队一句 你们的思路忙着撇清关系 更人人怀疑 怀疑他是不是和吴振锋认识 怀疑他为何对吴振锋这么关注 怀疑他想要释放吴振锋的目的 总之在陈副总队与邻居一搭一唱之下 吴振锋顺利进入了戒毒所 至于三个大佬 谁是真 谁是假 更偏向于邻居是好警察 拜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